一月八荷禮拜六 念阿米豆腐 七菜杜作200件 最五九點 台中五方港湯 共富在天 佛国食材及佛大花火 連路電話 控訴 223998起 一月九荷禮拜日 阿米豆腐數成功的日 先行到後行行一千萬倍 最五十點 先到破冠府等一 點萬點 共萬醉 好生 由共加足比時時發揮 連路電話 控制 日給一切八百五五 控三 五三三 七三六百 日月十一荷禮拜日 最五八點半 宜蘭台北管音豆腐 百貫再改 點萬點 共醉 好生 加甘露細細 連路電話 控三 九八九 九三一九 二月十四號 日本紅髮行程 二月十五號星期六 日本長期慈悲超度 二月十六號星期日 念 念儂摄那佛大事 大事至菩薩 至詹儲罪一千劫 上午 日本長期 藍色公路 慈悲行 下午 寺院參訪 二月十四號星期二 二月十八號星期二 五六號星期三 八十四號星期二 近圈十四號星期二 十五號星期二 母親這集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在进入困难的修行道路以前 我们需要为何要修行的好理由 虽然我们应该要知道许多知识 但是我们一生的寿命有多长 是无法确定的 因此我们应该要选择重要而严肃的目标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事物上 修行总是要从意念人生短处开始 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是由自己前世的业力决定的 唯一意外的 就只有那些完全不受轮回的 不尽因果条件能治 而有能力超越死亡的人 对修行者而言 每天一开始就产修 随念生命的无常 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自己生命处境的无常 和今生珍贵的思维开始 当我们很认真反省 每一件事都是无法确知的 这个事实 会更有觉察能力 从此 生命中每个时刻 都将变得更为珍贵 我们因这一项 从现在到我死亡之时 不管我还能活多久 我不要浪费任何时刻 因为这一生是如此的宝贵 一旦失去了 所有的东西也都会不见了 生命并非是独特的现象 只是从无始以来 不断投胎转世的一部分 而且在死后 会再延续 若是为了要生在人道中 最好是透过善行北极功德 对于想获得修行成就的 这个目标而言 生在人道中是最好的 因为生在三恶道中 没有机会听闻佛法 没办法了解和修行成佛之道 或者是从轮回中解脱 当我们生在人道中时 需要四种正面的条件 以成就修行的目标 一、六根健全 二、生在可听闻佛法的地方 三、对佛法有向往之心 四、对佛法有正确的观点 得到狭满人生 是难能可贵的机会 如果我们观察全世界的状况 会发现动物与昆虫的树木 远比人类要多很多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好人品 是过去善业的结果 所有不好的遭遇 都是过去恶业的结果 了解这点之后 我们不应勿用这个宝贵的人生 有些不敬业 依其性质 会导致各种不同的投胎转世 不清净的生活 深深世事不断在更替 这种轮转就是轮回的性质 因此 依据佛教的说法 是我们自己不清净的心 创造了轮回的一切状况 像不敬的身体 痛苦 不敬的外在环境等等 我们知道悲伤或快乐 不是外在环境的结果 而是前世业力 所带来的精神特质所致 体悟到精神的可贵后 也已了解 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会决定未来 因此 我们要培养慈悲的态度 去除对他人 忐忑的心 思维 一 人生难得 二 寿命无常 三 业与其果报的关系 四 轮回的过患 这四点称为修心四则 或改变习气的四则广报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 来检测人生的目标 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两个范畴 一 是从想要离苦的角度出发 我们这一生 充满想要避免痛苦的焦虑 二 从想要得乐的角度出发 我们希望在这一生中 或永远的离苦得乐 我们要追寻的是永久的快乐 这远远超过任何短暂的快感 只有那些以赠得涅槃或成佛的抉择 才能得到这种永久的快乐 那些生活由恶业支配的人 没有能力自己决定 要待在轮回中的哪个位置 他们现在的生活 是过去业力火爆的展现 根据佛陀的教法 痛苦的产生是自己造成的 并不是别人或是环境给的 烦恼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和控制我们的心 佛法的教导 佛法的教导 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就是要对抗 从三毒产生的烦恼 众然今生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 由于我们过去世中所做的善业或恶业 还是会把果报带到现在来 例如被错误的指控或遭受不公平的处罚 当行为完成后 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储存种子 会在未来产生那行为 所导致的负面或正面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